学校围墙的小美人鱼泥塑装饰少了一只手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说来心里还是有点不舍 因为这时小朋友花了一个暑假才完成的作品 却被一群外来的青少年随意破坏 让他相当难过 社区表示这群青少年不仅破坏装饰作品 也在校园内乱丢垃圾 同时也把附近旧活动中心的景观及座椅任意破坏 让居民花了不少时间才将他们恢复 更令民众担心的是 这群青少年海四级拉拢社区小朋友加入他们的行列 让民众忧心小朋友会因此被带坏 那个孩子是蛮聪明的孩子 然后他来这边影响他们 然后小孩子会受到威胁 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你不敢说不吗 我说他被打 我是觉得说像这样子 有些学校还是学生还是要稍微管理一下 然后家长也要管理一下 不要说让小孩子那么大还到处去 然后破坏 然后在那边带坏其他小的小朋友 社区居民虽已向警方反映 希望能够吓阻这群青少年 不过警方态度有点消极 现在他们只能无奈地自立巡逻 并进行道德劝说 也希望这群青少年能够自爱 才能让更多人都能享受到 这些景观设施 体验竹子坑之美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